啦啦啦啦啦了啦啦啦啦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泛 terrifo 今天到了菜园子里烘点菜 烧腊肉来吃 大家看这个像不像一朵花 漂亮不 像这个大的两三颗就够吃了 好了 看 再去我们家的池塘去清洗一下 我们家这个是全饮冻暖夏凉特别的好 这样洗菜一点都不冻暑 这个菜一定要多清洗两遍 挺脏的 里面的泥巴好多 大功挂成回压 我们家这腊肉也腌好了 看起来还不错 今天来尝一下咸袋 先用这个开水烫一下 清洗干净 朋友都说我坐着切菜看着不舒服 今天我站着切 这个腊肉看起来肥瘦相间的 好漂亮 切这么多差不多了 腊肉一定要先煸香才好吃 你的这个腊肉是越煸越香 然后再把这个小青菜也放在里面一起炒 这样子才好吃 你不要看它现在满满一锅 炒出来就没有什么了 青菜炒完以后再加一点水 蒙上三分钟就可以了 劲怎么出锅 时间到 出锅了 腊肉烧青菜就做好了 废话不多说 先尝一块腊肉 有个字 香 大家可能非常疑惑 为什么我这里面什么调味料都没有加 因为我这个腊肉 因为我这个腊肉里面有盐 如果你在家的话就咸了 ochers 再来一个的汤汁泡饭 好像不太多的时候 像这种菜感的我特别喜欢吃 这个小青菜就是下过雪以后吃特别的好 吃起来回味甘甜的 还有点小椰子了 来点茶 干了 我什么时候能像这个喝茶一样 喝酒一眼睛就好了 这样我的酒量绝对了 我最近发现我们家这个鸡冬天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了 你看最近都瘦了 这个青菜油一定要多 不然油少的话 它这个青菜气急要发柴 好了 我也吃好了 这顿饭吃的特别的香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快过年了 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 喜欢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